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AWS ECS的课程 今天是第18期 今天咱们的主题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ECR至咱们建立一个ECR的信息库 让咱们马上开始 好的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咱们今天就干一件事 咱们通过AWS的管理控制台 咱们先建立出ECR的信息库 今后咱们就使用这个信息库 来从咱们本地推送Docker镜像 并且在ECS服务中去引用这个信息库 让咱们马上开始 好的咱们进入到操作步骤的环节 今天咱们就建出ECR的信息库 咱们说干就干 马上开始 好的咱们进入到AWS的管理控制台 然后咱们搜索ECS 咱们大家请记住 您搜索ECR是搜不到的 为什么 因为ECR其实是ECS其中的一个小服务 好咱们进入到ECS之后 大家请看 这个是咱们熟悉的画面 咱们往左看 有一个ECR的服务 存储库 咱们点击它 OK 目前咱们还没有任何的存储库 咱们大家请看这个位置 咱们可以建公有存储库 也可以建私有的 公有的相当于DockerHub 公开给大家使用 私有是咱们企业项目内部使用 今天咱们建一个私有库 咱们选择创建库 接下来大家请看 咱们可以选择一个可见性 咱们可以选择私有 可以选择公有 哪个都可以 然后给咱们存储库起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小马已经想好 咱们就叫做 大家请看 深学AWS-ECSweb 咱们就创建它 Let's go Ctrl C 做个拷贝 好 把它放过来 然后下面大家请看 标签不变性 这个我要说一下 什么意思 是因为这样咱们使用Docker 在打包镜像的时候 大家请想 是不是有一个版本标签 你是1.0 是1.1 是2.0 是3.0 还是Latest 最新版 对吧 如果咱们选成 启用标签不变性的话 那么咱们再推送Docker 镜像的时候 就不能够永远使用Latest 这个是不可以的 所以说 以小马自己的经验来看 我不选择不变性 对吧 这样的话 咱们可以推送相同的标签 进入ECR库 好吧 OK 接下来 它内部有一个扫描 是不是有后门 有病毒 您可以启用 让它自动扫描 如果您不起用 您可以选择手动扫描 也是没有问题 接下来 KMS加密 咱们选择不加密 KMS 我会专门做专题 给大家讲解 这个在安全领域 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好 咱们选择创建存储库 OK 这样的话 咱们就创建好了一个存储库 今后 咱们就在存储库下 去编辑 推送咱们的镜像 然后 您可以在这个地方 去点击手动扫描 大了 现在咱们还没有库 等今后咱们建出库之后 咱们就可以采用 手动扫描的方式 好 那今天的课程 就是这样 咱们下期呢 就在本地准备Doker镜像 然后呢 推送到这个信息库 那么今天呢 就是这样 咱们下期 再见吧